字幕志愿者 男嘉宾 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奔金 让你讲关注理财的契机 我是Linda 每个星期呢,在这边,跟你分享这个投资的撇步 也请各位观众朋友们继续支持并按赞我们的频道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今天Linda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生能够存多少钱呢 答案其实已经有人算出来了 就是500万 你有没有听到这个玻璃声碎了一地 什么500万这也太少了吧 就是这么少喔 那其实这个数字可不是乱掰喔 而是有个财经部落客达人他算出来的 他就说假设你今天毕业起薪是大概3万5千元 那你假设25岁开始工作 那你每个月扣掉生活费 你大概可以存1万元喔 那你会讲说那我可能会加薪啊 好吧那就让你加薪个几千块好了 可是随着年龄增长呢 你也可能这个花费会更多嘛 所以呢你一个月还是照样存1万块钱 好那我25岁工作 那一直工作到65岁退休是不是有40年的时间 那你40去乘以这个12万 一年存12万的话 那你这样子这个40年下来 你也才存了480万耶 好了不起再让你多一点500万好了 那你有没有傻眼啊 想说哇塞500万也实在是太少了吧 但是你在傻眼的同时 你是不是也开始意识到这个投资的重要性呢 好那没关系喔 今天呢我们一样请到这个期货达人豪哥 来教我们怎么投资 然后呢也来帮我们解密 期货的奥秘 哈啰 豪哥好很开心又看到你 Linda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诶豪哥啊我们上集啊花了两个两个礼拜的时间 讲了这个期货的原则还有期货的定义喔 那今天是不是终于要带我们跟观众朋友们一起进场了 好今天不啰嗦 Linda等了两个礼拜等不及了喔 我们这边不啰嗦直接就进场了 是 OK好那要进场之前 我先问Linda一个问题喔 Linda那你要进场之前啊 期货很简单只有买多跟放空吗 是 那你要进场买多还是放空 诶这个要等豪哥来指点了 其实我们遇到刚进场马上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我进场我到底是要买多还是放空 是 这是我们一定要有的第一个观念喔 因为你期货如果不知道要买多还是放空的话 那音乐也就说我根本没有办法接你的单 不知道要下单吗 好那我们到底是要买多还是放空 我会保持一个比较弹性的一个观念喔 那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喔 因为在期货它是双向操作的 做多可以赚钱 但是放空 一样可以赚钱 问题是 到底是要跟着谁去买多 或是跟着谁去放空 那我会建议各位喔 你只要跟着一个人 那个人叫做市场 市场 最大趴的 对 市场上 市场说的算 就是你不管做了再多的一个分析 或是你的经验再多的一个丰富 是 永远市场说的对 因为我们是钱在里面跟他去做一个输赢的嘛 对 所以市场有时候 一些老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 这地方明明看起来他就应该是要涨上去 我买多为什么会赔钱啊 嗯哼 市场他虽然有时候没有道理 但是他永远是对的 因为他就是老大 我们的钱就是在里面去做一个输赢嘛 这样子 他不会跟任何的人去争论对或是错 他不会管你是阿嬷阿狗 或是你是什么大户 他不会跟你去争论对错 是 他只是一个平台 就是让我们 在参与这个平台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他是一个不断让 输家的钱 留到赢家钱口袋的这个平台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进场之前 最重要的第二个的一个认识 所以永远要跟着市场上的一个 方向的一个趋势去操作 那接下来就是第三个也是就是最重要的 讲了老半天那到底什么叫做市场上的方向 是啊 对 市场上的一个方向 以我的经验来讲的话 我归纳出来 我交易这么多年他只有三种方向 他没有第四种 他没有发现第四种方向 四 我们说的四 就是市场上他目前正在进行的方向 是 那我归纳出来他只有三种 四有多 也就是我们说的他在上涨的时候多 这种是第一个叫做多 往上涨 对那同样的有上涨就会有下跌 那下跌的时候就是空 空 市场上有多 空 那第三种就是他不是在上涨也不是在下跌 叫做盘整 盘整的话那是属于一个高手的一个境界 那是最困难的一个 那同样的我们先讨论前面两种情况 如果他是向上的话 他是一个多方式的时候 那他的特色就是他比较容易去涨 他比较不容易去跌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要顺势要比较省力的话 那我们会选择去做多会比较有力 对 那同样他如果是下跌的时候 他会呈现一个现象就是 他很容易就去破跌很容易就去下跌 那他长上来就长一点点马上又再破底 对 琳达说对了 这时候如果说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省力的一个方式 顺着他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会选择去放空会比较有力可图 这是我觉得所有的一个新手 包括说一些老朋友们 在每次要进场之前一定要先有的三个认识 是 那豪哥你刚刚讲的这三点 其实基本上都是在讲这个趋势进行的方向 那你现在可不可以帮观众朋友们举例一下 就是说可不可以举例说 由这个趋势去判断这个盘中的多空涨跌呢 OK没有问题 那记得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有跟各位去分享过 我们在看报价的时候 它是一个数字嘛 比如说10500或是10... 10600以目前当下来讲的话 但是我们如果纯粹去看那个数字的时候 除非你是非常非常经验丰富的 你马上就可以判断的出来 目前的一个趋势是往上 不然的话我们会比较借用于 一个叫做K线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张字卡 这张字卡它每一根它都叫做K线 那这整张图它叫做K线图 那从这个K线图里面 它是记录市场上所有发生过的每一笔交易 把它集结 把它变成 股票一样嘛 对 就跟股票一样 那集货也是一样 每一笔交易它全部都把它转换成 是这个K线 那其实从这个K线里面 我们先不要去管那些键号 你等下我们看这张图 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它是往上还是往下 往上啊 很明显 对 它就是一个往上的一个上升趋势 可是如果说我们没有把它一个 比较具体化的话 那其实每个人看起来 可能会不一样 是这样子往上还是这样子往上 所以我们会把它定义下来 如果它呈现的是以下六个字的话 我们就会把它称为是一个上升趋势 叫做风风高加上底底高 比一底高 对 一风比一风高 一底比一底高 风是什么 风就是它的高点 因为所有的商品 我们看过它不会呈现90度上涨 或是90度下跌 那也太可怕了吧 它就上涨的时候 它一定会像这样子 上涨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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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它从上涨到高点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爬山一样 成为一个风 那我们发现 它如果一个高点比一个高点 不断的往上跌高 还要高的话 对 那就是它成立的第一个要件 叫做风风高 是 那如果说它在回檔 它在下跌的时候 下跌跌不下去了 马上又在上涨的时候 那就变成是一个底 一个风比一个风高 那一个底比一个底高 好 那我们再看到这张字卡的时候 我们上一张字卡 我们发现 我们把它的一个高点 我们都用粉红色的键号 来去做一个指示 对 越来越高 对 从左边的第一个键 粉红色的键号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到第七个 我们会发现 它的每一个高点 它都是不断不断的 在突破前波的一个高点 它就成立了第一个要件叫做风风高 对 那相对的我们再看到 下面它的每一个低点 我们用绿色的键号 从左边的第一个绿色键号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个键号 我们发现它也不断的底部 不断的在垫高 是 它是不是也就成立了风风高 而且它是底底高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 正式的归纳 它目前的趋势 目前的方向 就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哦 这样还蛮好判断的 其实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判断趋势的时候 就会相对的轻松很多 是 那同样的有上升趋势的时候 那它会有第二种欠降 对 第二个趋势叫做下降趋势 那下降趋势的时候 其实它都刚好跟上升趋势 完全反过来 比如说我们刚才回忆一下 刚才的一个上升趋势 它是风风高 那如果是下降趋势的话 风风低 对 一风比一风低 它没有办法再突破前波的高点 是 好 那前面的上升趋势叫做 底底高 那如果它是一个下降趋势的话 应该是 底底低 对 不断的一底一底 就是不断的破底 破底再破底 所以我们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在看这张图卡的时候 我们就会非常的轻松 对 它如果是一个下降趋势的时候 我们有六字卷 叫做风风低 加上底底低 就是刚才琳达讲的 我们看到风就是它的一个高点 我们看到这个字卡的 那个绿色的键号 从左边第一个绿色键号 第二个第三个 它是不是不断的一底比 一个风比一个风低 它没有办法再突破前面的高点 就是它越来越没力气的 而且它的方向一直就往下走 那如果说我们发现 它的底 也就是那个粉红色的键号 它不断的在破底 第二个在破底 一直在破底下去的时候 那同时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定义成 它当下进行的一个方向 一个趋势 是一个下降趋势 就是风风低 加上低低低的一个现象 那这就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先有的一个观念 这两种最重要的一个趋势 上升趋势 以及下降趋势 那跟Linda 以及各位观众朋友 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哦 那这样子 其实判断真的很清楚 一目了然 但是豪哥 你这样子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趋势的 这个判断的秘诀 那你可不可以再帮观众朋友们 举一个更清楚的例子 比如说让我们直接进场看 诶 到底该怎么判断 OK 其实刚才 我们看到了那两张字卡 它是我们看到K线之后 第一个我们去判断 它是一个上升趋势 或是一个下降趋势 对 那我们在实际在交易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 包括我本身在交易的时候 我会用到两个很简单 但是它很实用的一个工具 跟各位来去做一个分享 在帮助我们在交易的时候 第一种叫做趋势线 趋势线分成两种 它叫做下降趋势线 另外一种叫做上升趋势线 那其实我们顾名思义 听到它叫趋势线 它就是告诉我们 它现在的趋势 现在方向要怎么走咯 如果它是下降趋势线的话 表示它现在的趋势是往下 它的方向是往下 那同样的如果上升趋势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往上的趋势 所以我们举刚刚发生的一个 蛮经典的一个例子 刚好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报告 第一个它如果是一个下降趋势的时候 那照理来讲 它是不会去突破 不容易去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线 我们看到这个字卡 左方的一个部分 我们先看到左半部的一个部分 这个台子级它从11094点 一直下跌到1218点以来 跌很多耶 其实是一个蛮明显的 这876点是一个蛮明显的趋势 那如果说我们再加上一条辅速线 也就是这条绿色的 我们叫做下降趋势线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不管它再怎么样去反弹 它总是价格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线 真的耶 对你仔细去看 不管它再怎么样用力去弹 它就是涨不过这个趋势线 那当它还没有去涨破这个下降趋势线之前 我们就知道现在的趋势还是持续在往下的 所以我们如果是要顺势操作的时候 当它趋势是往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顺势的去做一个放空 对我们就去空它 会比较省力一点 那如果这一波下来876点 那不断的去顺势去一个操作的时候 其实这在我们企业来讲 还蛮有肉的 对啊 赚很多耶 就876点去乘以200嘛 那个是最高的高手 好 那如果相对的 它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了 那我们第一时间就要有一个敏感度了 它已经突破这个下降趋势了 是不是有可能它这个趋势要去做一个改变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的一个中下 中间下方的一个部分 当它来到了1218点的时候 接着它下一根K棒 突破了这个绿色的下降趋势线 那下一根K棒它直接 用直接站上了这个下降趋势线之上的时候 我们就要第一观念有一个敏感度了 是不是这个下降趋势 它已经有一些变化了 那它会不会变成是一个上升趋势呢 我们必须还要去符合我们刚才那一个 它从风风低低低低低 是不是转换成反过来风风高低低高 如果它确实已经转换过来风风高低低高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再把它画一个上升趋势线 如果它没有跌破这个上升趋势线之前 那我们顺势的我们会选择去做多 会比较容易去赚得到钱 这是趋势线的一个应用 它很直觉 但是在实战上确实帮了我们很多的一个忙 是啊 这样判断真的超级清楚的 那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我比较跟各位去分享的就是 我们实际在教育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的一些平静点 简单的跟各位去做个分享 实战的秘诀 那其他和那些教科书的东西 那大家有兴趣 有时间的话再去搜寻 那我们刚才有分享过 第一个工具叫做趋势线 下降趋势线 有分成两种 下降趋势线 跟上升趋势线 跟上升趋势线 那判断的方式就是 它不要去突破它 或是不要去跌破它 那我们就顺势的去操作 会比较容易去赚得到钱 可是如果说 站在我们一个 比较短线交易的一个方式的时候 我会再跟各位去推荐 去介绍 一种一个技术分析的一个东西 叫做均线 均线 平均成本线 又有均线 捡称为均线 那均线的话 我们在交易期 或比较偏向于短期的一个交易 那我会运用这个五日均线 或是俗称的这个5MA 五日均线它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 在过去这五个交易日 市场上的一个平均成本价格 好 那我们如果说 有这个观念之后 那我们再去 运用这个均线的时候 我们就会 汹涌成竹了 过去这五个交易日的 平均价格 万一跌破了 那是不是代表的 过去这五个交易日 买进的人 他们已经低于他们的成本 表示他们可能开始赔钱了 对 那赔钱的时候 就会有开始一些 停损的卖額出来 是 那停损的卖額出来的时候 大家卖的时候 那这个股价 是不是比较容易往下跌 对 就可能狂卖了之外 是不是比较容易往下跌 好 那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的时候 大家就会 非常清楚这个观念 好 均线是长在什么地方 我们看到这张图的 左上角的部分 从左上角的部分 它有一个叫做5MA 那它延伸下来 就有一条细细的 细细的 有一点不太规则的往下 曲线的那一条 对对对对 像曲线的那一条 那个就是我们看板软体里面的5MA 或是我们俗称的5日均线 是 对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判断 我们先把一个定义 就是当它跌破 这个5日均线的时候 并且 这个5日均线的方向 它开始转向下方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会选择去做空 会比较有力 是 对因为我们开始 采取它的一个顺势 因为它的一个趋势 很可能已经 反转向下了 是 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呈现 当这个5日均线 我们一路看下来 它是不是在左边 左上角 第一个绿色的键号 它跌破了那个5日均线 是 接着它破底之后 再弹上来 第二个绿色的键号 它是不是没有办法 再过那个5日均线 对 接着再破底 然后弹上来 第三个键号 它还是没有办法 再突破那个5日均线 接着它就一路再破底 一路再破底下去 真的就照着那条线 对 它就好像就一直被压着打 就是那条线 一直被压着打 怎么样上去 它就是被压下来 上去它就是被压下来 是 那一直到我们看到 土的中间下方的一个部分 跌到了10218的时候 接着它突然 有一天 站上了这个5日均线 并且它在站上5日均线的同时 我们看到这个土的中间的一个部分 站上5日均线的同时 它这条5日均线 它本来是向下延伸的嘛 它变成转方向了 它变成是转向一个上升的一个方向了 这时候我们第一个敏感要有出来了 交易的一个老手 第一个敏感度要出来了 它站上5日均线 而且这个5日均线的方向往上了 那我们是不是放空的可能就要有一些警觉了 对 是不是这个趋势已经开始要转一些方向了 对 那如果再搭配的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风风高 底底高 有成型的时候 那你再去判断 我们看到 它当它反向又站上5日均线的时候 它变成是一个支撑了 也就是价格 只要跌到5日均线的时候 那个红色键号的时候 那个粉红色键号的时候 它就跌不下去了 马上再过高 下去马上再过高 那结果这一路弹上来 本来是跌了876点 马上又往上升了 高达509点 很刺激耶 其实像这种 这就是我们期货操作者 我们喜欢的是 波动 就是它 我们最怕的就是一滩死水 根本不会冬 不上也不下 对我们就没有肉 可是像这种 大幅度的一个波动的时候 那对我们期货操作者来讲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点 那在实战的一个部分 我们当然就是 如果选择顺势操作的话 会比较省意一点 在这地方跟Linda 以及各位观众朋友来做一个 简短的一个分享报告 那谢谢豪哥的分享 那我们知道 由这个均线和趋势线 我们可以判断说 要做空还是做多 但是呢 Linda又有个小问题 现在又有问题了 就是啊 那如果今天这个盘式是区间震荡呢 我们要怎么看 其实Linda很用心喔 刚才我讲过 我观察其实只有这三种盘式 第一种盘式 就是我们介绍的上升趋势 第二种是下降趋势 那如果第三种盘式 是一个盘整趋势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实战上面的话 我们会把它定义成盘整盘 它是一个高手盘 高手盘 其实包括很多奇货的高手 很多老前辈 常常会被这个高手盘给 做一些蛮大的困扰 因为它就是长不上去也跌不下来 就是一直盘在那个区间 去做一个震荡的时候 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化解 如果没有学过这个高手盘 不能成为奇货高手 我还是新手没关系 所以在这个高手盘的一个部分 它有比较更多的一个细节 但是在这些要进入这些细节之前 我会比较建议 打已经我们电视机前面 螢幕前面的一些新朋友们 你先把今天的这两种趋势 我简单跟各位去分享的这两种趋势 先把它扎实 先把它根基先打稳之后 那你再来左手 再来左手这个盘整盘的时候 我相信会更容易去上手 豪哥的这个真心的建议 因为这是我过来的一个经验 血泪来换的这样子 跟各位来做一个 真的是真心的一个分享 比较这样子去做个建议 今天谢谢豪哥的分享 谢谢琳达 谢谢各位观众 观众朋友们 今天豪哥啊 终于带我们这个奇货进场了 而且告诉我们说 要有这个趋势线 还有这个均线 来判断应该是要做空还是做多 那么琳达呢 其实也很好奇这个高手盘到底是什么 可是呢 要成为高手之前 就像豪哥讲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基本功练好 那基本功要怎么练呢 很简单 好 掃一下这个豪哥的QR Code 加入这个LINE AT 就有机会拿到豪哥 独家提供的这个趋势获利秘籍 另外呢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内容的朋友 也欢迎在脸书上 按赞分享以及订阅 别忘了在YouTube频道上 开启这个小铃铛装置 并搜寻这个Gmoney 然后这样子呢 才不会漏看我们的影片喔 好 那么再次谢谢豪哥 谢谢Linda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好我们下回见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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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